请听故事 感悟成语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遇见汉语之 遇见成语 今天我们将要遇见的成语是 高枕无忧 分开来慢慢朗读 高 枕 无 忧 高 枕 无 忧 高枕无忧 高枕无忧 字面的意思是说 把枕头垫得高高的 无忧无虑地睡大觉 现在形容平安无事 不必担忧 也只思想麻痹 放松警惕 高枕无忧 这句成语最早出自于西汉时期 刘相等人所著的《战国册》《卫册》第一卷 原文说 是秦 则楚寒必不敢动 无楚寒之患 则大王高枕而卧 国必无忧已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与秦国保持良好关系 那么 楚国和韩国就不敢侵犯我们了 没有楚国和韩国的威胁 君王您可以把枕头垫得高高地休息 不需要再忧虑国家的安全了 这句成语背后的历史典故是这样的 在战国时期 齐国有一位贵族家的公子 名叫孟长君 孟长君十分富有 并喜欢招纳有才能的人 为此 他花了很多钱来招揽人才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为他工作的人 已经达到了上千人 有一位叫做冯轩的人 家里十分贫穷 他听说孟长君招纳人才 便找到他 希望能为他工作 孟长君见到冯轩 问他 你有什么才能吗 冯轩竟然自信地答道 我没有才能 没想到孟长君只是笑了笑 就接纳了他 其他为孟长君工作的人 看到这些 十分瞧不起冯轩 他们说 真不明白 为什么孟长君要接纳 这样一个平庸的人 为他工作 我们应当让冯轩知道 不是谁都有资格 为孟长君工作的 于是 他们开始排挤冯轩 并为他准备了最普通的食物 过了一阵子 冯轩再次见到孟长君 他便远远地靠在柱子上 高声唱 我的配件啊 你还是跟着我回家吧 这里竟然连鱼都没得吃 孟长君听到冯轩的歌 便命令仆人给他准备鱼 让他吃 又过了一阵子 冯轩再次见到孟长君 他又远远地高声唱 我的配件啊 你还是和我一起回家吧 这里出门连马车都没有 孟长君听了 也不生气 竟然再一次 为冯轩准备了马车 又过了几天 冯轩又对着孟长君唱歌 他唱到 我的配件啊 你还是和我回家吧 这里给的银钱太少了 我没办法养家了呀 孟长君听了 派仆人打听冯轩的家庭 知道他还有一位老母亲 需要照料 于是孟长君便拿出银钱送给了冯轩的母亲 而从那时起 冯轩再也不唱歌了 有一次 孟长君想找一个人帮他去薛义县收账 冯轩站了出来说 公子 我愿意帮您去收账 孟长君听了很开心 便同意了 冯轩临走前找到孟长君 问他说 公子 这次我去收账 您还有什么需要我购买的吗 孟长君回答道 也好 你看看家里缺少什么 你就买什么吧 冯轩来到薛义县后 看到那里的百姓 过着困苦的生活 冯轩竟然私自决定 将这里百姓的借据全部烧掉 他对百姓们说 百姓嘛 你们欠孟长君的钱全部一笔勾销 百姓们知道这件事 真的认为是孟长君的决定 都高兴地哭了起来 冯轩回去后 孟长君问他 你把钱都 要回来了吗 你用这些钱都买了些什么 冯轩说 公子 我看你这里什么都不缺 就给你买了仁义回来 孟长君很奇怪 便问道 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仁义是能用钱买的吗 于是 冯轩便把薛义县的事情告诉给了孟长君 孟长君听了 很不高兴 认为冯轩这样私自烧毁借据 实在是很过分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样责备他 便不再提起这件事了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由于孟长君经常在朝堂上直言 劝戒齐国的国王 这让齐王十分生气 终于有一次 齐王再也忍受不了孟长君的谏言 撵除了他的官职 孟长君被撵职后 回到了薛义县 可没想到的是 刚到那里就受到了那里百姓热烈的欢迎 孟长君十分开心 便笑着对冯轩说 先生 您给我买的人意 我今天真的看到了 冯轩回答道 公子 一只兔子会挖三个洞窟来隐藏自己 这样猎人才不会轻易地抓住它 而现在 您只有薛义可以居住 这样还是太危险 就让我再帮您准备两个居住的地方吧 孟长君觉得 冯轩说的很有道理 便为他准备了五十辆马车和五十块黄金 让他去梁国 冯轩来到梁国 见到了梁国的国王 梁慧王 冯轩对梁慧王说 国王陛下 如果您能够请到孟长君来帮您治理国家 我相信不久之后 梁国将变得更加强大 梁慧王早就听说过孟长君 知道他是非常优秀的官员 便赶紧派遣使者带着丰厚的礼物 去邀请孟长君 这时 冯轩又提醒孟长君说 公子 梁慧王请您去梁国 您千万不要答应 我相信 齐国的国王很快就会来找您的 果然 齐国的国王听说了梁王邀请孟长君去梁国 十分担忧 于是 他便派人准备了更丰厚的礼品 去向孟长君道歉 齐王对孟长君说 先生 我是听了那些大臣的话 才免去了您的职位 这都是我的错误 请您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 留在齐国吧 我会让您做我的宰相 冯轩站出来对齐王说 国王陛下 您让我家公子留下来当然可以 但要请您将您父亲留下来的祭祀物品放在薛义 然后在这里建立一座庙 供奉这些物品 这样 薛义的百姓便可以得到老国王的守护 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冯轩看来 这座庙可以确保薛义百姓的安全 齐王听从了冯轩的话 在薛义建了庙宇 供奉老国王留下的物品 于是冯轩对孟长军说 公子 您现在可以安心留在齐国了 但如果齐王敢伤害您 您还可以到薛义居住 甚至去梁国 做那里的大臣 三个位置都非常安全 您现在完全可以垫高您的枕头 无忧无虑地睡觉了 果然 孟长军平静地在齐国做了几十年的宰相 没有遭遇到大的祸患 而这一切也多亏了冯轩的谋划 在这个故事里 冯轩对孟长军说 您现在十分安全 可以垫高枕头 安心地睡觉了 便是成语高枕无忧了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明朝中期 万历皇帝继承了皇位 在他继位后 努力治理国家 使明朝变得更加强大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万历皇帝认为国家已经十分稳固了 便渐渐地放松了治理 他不再担心国家事务 也不再认真处理这些事务 万历皇帝每日沉迷享乐 大臣和地方官员开始变得腐败 贪污的风气蔓延着整个朝廷 可是万历皇帝并不在乎这些现象 在他看来 国家已经十分稳固 不需要担心什么 这让官员便更加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权力 巧取豪夺 百姓也变得越来越困苦 在军事方面 万历皇帝更是漠不关心 在他看来 明朝有强大的军队 周边的国家都太弱小 无法和强大的明朝军队对抗 于是 他放松了对边境的警戒 甚至削减了边境士兵的数量 可是 万历皇帝不知道 边境的蒙古部族 已经渐渐地强大了起来 他们不断地对明朝边境进行侵扰 威胁着那里百姓的安全 终于有一天 蒙古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万历皇帝意识到了危险 想要挽回局面 可他却发现国库已经空虚 官员们只知道敛财 完全不在乎国家遭受的威胁 百姓们也渐渐地对明朝政府产生了不满 他们不愿意帮助皇帝抵抗蒙古的军队 就这样 明朝渐渐地衰落了 万历皇帝带着深深的悔恨也病死了 新上任的皇帝崇祯 见到国家的颓势 极力地挽救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最终蒙古军队彻底地占领了中国 并在这里建立了清朝 在这个故事里 万历皇帝认为明朝已经很强大了 便思想麻痹 放松警惕 不再为国家的发展而担忧 便可以用高枕无忧来比喻了 今天的成语故事就到这里 只要你能认真学习 考试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好 今天的预见成语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就请点赞和订阅吧 我们下回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